对中国人而言,三八大概这个名字可谓勇士难忘,这种全称为明治三十八元式步枪的单兵武器背后,是一段让所有中国人都感到悲愤的苦难黑暗历史。 哪怕不了解军事的人都会对此记忆深刻,近年来,哥雷康日题材作品流行,难免会出现对三八式步枪的刻意贬低。 事实上,三八式步枪,能够在极漫长的实战过程中,让日军满意,其性能必然有不可忽视的亮点。 三八大概的瞄准装置,加上低后坐力,很适合培养出神枪手三八式,拥有接近77厘米长度的枪管,堪称世界最长。 其枪管内四条有悬扛线,每一条的岛程达到了20厘米,同样手气一指,这力于将风速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三八式的瞄距也有独特之处,它类似到威斯,以烟尾槽和准星做配合,能够做到横向调整,量刹型三八式还有准星互移。 其标尺呈现为立起来的矿式结构,上面有三个缺口罩门,可以通过射手的距离判断来扫征。 简而言之,其优势在于距离百米内时,只要把目标和准星同时套在立矿中,即可以干略瞄准,达到极高的命中率。 再加上其小口径带来的小后座力,可以快速有效训练出优秀射手。 抗战初期,即使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虎干战士,也经常会由于一瞬间的疏忽而被击中。 能缴获三八大概,可是八路军战士的莫大荣耀三八式,由于质地选材上的严格,其枪管寿命,远强于当时中国军队普遍史。 用的中正是,汉阳藏更大台步枪,据称品质优秀量版的枪管寿命近一半发。 其独特的盖子结构,即方便了抛壳,还避免泥沙进入枪山,即可靠性在日军枪械中堪称翘楚,加上其利益生产的简单兼固构造,不但让日军十分满意,而且抗日武装也对其十分满意。 在当时,能配备状态良好的三八式,就是金锐的象征,一批战斗英雄,就是依靠三八式击毙了大量敌人。 甚至朝鲜战争前期,某些部队不满用心是墨西奈钢步枪都会三八式,而他们手中的三八式,已服役接近十年了。 在朝鲜战争前期,三八式部枪中品质良好者,直接用于狙击作战,曾导致大量美军伤亡的九七式狙击步枪,就是从三八大概演化而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三八式改进而来的九七式狙击步枪, 还体现了该型号的另一优点,发热烟不明显,很难找到射手位置,加上密集的丛林外掩护,美军一时间没少吃日军之击手的亏。 美军某设计协会的测试中,即使维护欠佳的三八式在百米内设计的成绩,已就好过了保养更好的毛色,墨西内甘和恩菲尔德。 在百米内弹着散步几乎不超过五厘米,仅次于打比赛专用弹的如位是K31和M1903,部分领事剧对三八大概的威力描述和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三八是一个主要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威力, 在不少作品中提及他一枪两眼,很难做到一枪毙命,甚至难以瞬间中创目标。 诚然,该枪的枪口动能为2600焦,低于欧美步枪3000焦以上的水平,但必须注意,其动能已经大大超过今天的AK47。 而且其配备的有版弹,属于同心被甲的钢心弹,打入人体后,钢心会迅速脱离人体, 但同心被甲,则会迅速翻滚变形,重担者会因此大出现。 三八是威力不足,仅仅是机子弹特性在200至400米中距离由于射击导致的, 但在近距离和远距离,则会形成可怕的空枪作用,这事中这事所不能的。 很多烈士的遗骨内都发现了变形成于勾撞的子弹,让人不忍回想,他们生前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美军严格的实弹测试后,甚至认为三八是子弹沙山立开比达木弹。 很多人认为,太平洋战争后期和缅北反攻时,手持三八是的日军成片,被美军和远征军的自动武器扫倒,所以三八是堪称垃圾。 事实上,在战争初期,不要说武器低劣的中国军队,即使盟军,也很少配备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的武器。 中国二战,实现半自动步枪大量配备的只有美军,即使在英苏德军队,和三八是同类型的手动步枪也有极大比例。 所以,战争后期日军步兵的失败,是火力体系的缺失所致,而非某种战争武器一定有多善。 更何况,当时的冲锋枪,在射程和精度上的问题,是其在远距离交战中的效率,远低于步枪。 正确客观看待曾经的强敌,同样要对其武器有着客观的认识,连世们。 曾经面对的,是那些满脑子50的狂热且心灵游素的侵略者,而非神之中的蠢祸。 同理,他们手中的武器,例如三八是步枪,同样是值得客观全面分析和看待的。 如果摄影听到,委员到我们的未知,请 Pete看看。 Elaine,你 defender educ度理性的际上锋。 喜欢时,你跟着盘子可,设定连下来,在幕检察官的硬度上的阶段。 架子坑可以已tim察起来,因此,开心 legg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